财团法人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董事长赖昆成 3月1号中午在几位好友的伴供下 召开争取民进党提名参选台东县长的记者会 在台东也已经那么多年 看过的数字人物应该它是算是一个优秀 特别的 我也仅在此自重的向台东县领推荐 就是一个任务的现场的奉献 在台北这么多的中型大型的企业都要你帮忙 你真的要赚钱要那个的话 在台北还是个大舞台 但是他说他还是要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这一点是我对他很敬佩的地方 赖昆成八年市长所留下的点点滴滴 大家都享受得到 他立委两年任务 他完成南迴改的环境 没有那根人去折中协调 南迴公路的破坏环境很破坏 选举不是考试的 所以他这次能不能获得中央的征召 我们只是关切而已 我想如果他能够当县长 应该是我们台东县的一个福气 他不但是用体育的方面要很多的资源回来 我相信未来如果他能够顺利当选县长 他会从中央从三教九流的朋友 要很多的资源来给我们台东的县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争取参选 我大家都看到记者会又是参选记者会 很少那种争取参选记者会 表示他其实还在努力中 对还在努力中 如果在午上有机会能够担任台东县长的话 这绝对是台东市府 我自己也不会自我膨胀 那也不需要忘记为了 余克风的立场很好 我应该是最适合代表民进行的参选 那但是中央也是 中央毕竟提名前要中央 那中央要做什么考量 这个我们当然也无法去完全影响主持人 那其实如果比较客套的讲说 这个假设性的议题我不予回答 这样可以 还是说真的假的 这个 你要跟你说 你去这里拿名 你拿名就记得 即便提名前 群党之力 都不一定会 跟何况说这个参选 但是也有很多人讲说 不要啦 你就出来 这个店主这样 这个有同情票 而且你是大家肯定的 可以超越台湾 也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说 包括国民党有点 我不是在想要放 是要帮助我 我是真心要帮助我 还是要 要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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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我帮你一跳沙粑 三个人休息 反正一四人都会做多少次 我相信我会做出智慧的判断 蕙冠辰从政以来 历经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县长 市长等多次的选战 他表示他对于台东有许多未尽的责任 希望党部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 参选县长 台东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三件时刻 平身而出